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知道 我们到了有着上千年采矿历史的辽宁省复兴市 辽宁省复兴市是中国和世界最重要的玛瑙产地和加工地 复兴玛瑙历史悠久 距今已有八千年历史 工艺积电深厚 既以世代相传 雕刻名家辈出 现在 复兴玛瑙的加工能力占中国的95% 占世界的65% 所以 复兴又被誉为玛瑙之都 除了解放广场上的玛瑙亡源史 在复兴还有另一个玛瑙王在艺术之路上继续写着他的传奇 他叫李鸿斌 是当地有名的玛瑙素活雕刻大师 由于手艺人品俱佳 所以李鸿斌又有着玛瑙王的美称 玛瑙琦 为什么叫玛瑙琴 万种玉呢 说玛瑙琴 玛瑙琴的画纹最复杂 颜色最复杂 它的复杂性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要红 红蓝绿紫 什么青 还有什么的 这都它都具备 你看我拉这么多年玛瑙你什么颜色 你想象不到的颜色 你一手没见到过的颜色 它都存在 玛瑙琴可分为人物 动物 花卉 山水 素活五大雷 做我来讲 我对素活来讲 我就有感情 说我没要求改行 始终我就做的素活 后来把那四大雷变成一大雷 一大雷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叫牙活 就包括荧物 山水 动物 花鸟坐在一起 说种成就叫牙活 素活是由古代玉雕艺人 根据商 周 春秋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及有关器皿的造型而演变来的 玛瑙素活的主要器型有 熏 炉 瓶 顶 湖 钟 湖等 图文则有龙 凤 鱼 鸟 水 花卉等图案 他的制作讲究平衡 稳重 比例均匀 圆润光滑 文饰讲究古朴 典雅 华贵 其工艺难度非常之大 今年已经72岁的李洪斌 从十几岁开始学习语雕 谈起素活 李洪斌老人滔滔不绝 这件作品叫《停舍链条花卉》 这个花卉做工比较复杂 造型比较美观 挺大方 但是它的高度是一米高 总的分三部分 第三部分上面的一节就是这个停舍 从这个地方这位一部分 但是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 这是一部分 这里都是空间 都可以搞熏像 这里放熏像 但是这个球 这里上面有一个火球 这里还有一个球 所以链的链的火球 叫龙溪柱 这是一个龙头 叫龙溪柱 所以这个工艺比较复杂 所以做工艺比较细 所以这件作品在我这里头 今天有这么一件 玛瑙作品的雕刻流程 与其他石雕 玉雕的流程相继 首先要挑选石料 玛瑙又被称为七彩玉 属于玉髓类矿物的一种 复兴玛瑙纹理清晰 黑色 红色 白色 蓝色 绿色 这些五彩斑斓的艳丽 构成了一块美丽的玛瑙原石 你无法把它分开 就如同当地人的性格一样 塞北地区 虽然有众多少数民族居住 但人们大气 张扬 狂烈 团结 与玛瑙相得一张 玛瑙的形成 它是一个活山爆发 就是烟匠 烟匠培发出以后 它就形成一个固体 这样就是埋在地下 十亿多年 玛瑙材质的本身 决定了作品整体定位 玛瑙雕刻文化 与玉石雕刻文化 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玛瑙雕刻讲究因材诗意 充分利用玛瑙天然俏色 文理及质感 所表现的人间万物 徐徐徐如生 呼之欲出 亦去天然 使作品源于自然 高于自然 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 使之成为出神入化的绝品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和震撼力 李鸿斌的房间里 有一排木架 上面陈列着许多 雕刻好的玛瑙工艺品 李鸿斌拿起一件 有暗绿花纹的顶 告诉我们 这个方顶啊 它这个文料 叫什么 陶铁文 陶铁文 陶铁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恶兽 一种猛兽 所以呢 就把它 就是画在这个 这个画纹呢 就是也叫 过去叫兽文 实际也叫陶铁文 所以这个陶铁文呢 一看 就这个兽啊 你看大嘴 是吧 眼睛 所以看得很臭 所以一般青铜器 这两个造型啊 都是用这个陶铁文 什么顶啊 绝啊 还有其他 其他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工艺品上 青铜器上 多数都用陶铁文 在挑选完合适的食料后 就要开始创作图样 先在图纸上画出草图 再依据草图上的图样 进行雕刻 已是古兮之年的李洪斌大师 现在每天仍会 扶在案前亲自雕刻作品 像这个大型 基本上 就和图纸没啥区别 比的都一样 现在怎么办呢 就是 应该拉这个大型 就把这个 在图形的外边 整那儿都拉掉 这个形的整那儿就流出来了 这上面是个盖 盖上是个小回头笼 所以这样来看见 就这件活 把盖拉下去 完了把里边糖 大型做完了 把糖套出来 把里边那个东西都拿出去 然后呢 它能画这个面子 就能画这个头腿纹 这个套腿纹呢 在这个图 在这个图上 应该有三部分 在上画纹的时候 分出三个部分 所以这两个头 这是一个瘦纹 也是个龙纹 这样来看见 一边搞一个环 这个环是活的 都在对一块石子上跑出来 打钻掏糖 取炼活环 金耳制作 透雕活球等技艺 都是李洪斌大师的绝活 在这双巧手的精雕细琢 不知道诞生过多少传世之作 可能谁也想不到 这个创造过无数奇迹的双手 竟与常人有所不同 李洪斌 李洪斌 文化的熏陶 李洪斌 从12岁开始 学习玉雕技艺 虽然玉雕和玛瑙雕 都属于雕刻类 但毕竟隔行如隔山 李洪斌 为什么之后选择了 玛瑙雕刻 这个并不熟悉的行业呢 前二年 附近成立一个玉器厂 叫玛瑙玉器 说这样来 就是他们到修园请技术人员 没有 他说李洪斌现在在下闲的 说他在哪里 在黑龙匠了 这样给我来 我亲亲给我去封信 我就回到修园 到修园了 正好就是 附近玉器厂的厂长 他们就到修园去请我去 修园一张来两个人 一个星象的做盐容 我呢做树河 做树河 就这么把我请到附近 为了扶持手工艺产业 政府在附近 兴建起了玛瑙玉器厂 厂子建成后 缺少雕刻技术骨干 于是就有人推荐了 附近在家的李洪斌 可是在当时 调的工作必须迁移户口 而迁移户口 在那个年代 却是十分难办的事情 能移户口进城市 那是不好进的 叫洞姐 八大局开会 就是各大局局长 什么公安局 粮食局 还有严市局 还有那个 叫亨舵吧 八大局开会 把局长照为开会 就同不同意 我们玉器厂 请基础人员 请李洪斌 就来到附近 就要对八大局一听 没办法同意了 就这样 直到黑龙建 就把我全家都请到附近来 再次回到熟悉的桌台上 拿起久违的客刀 李洪斌感慨万千 虽然从玉雕转行到玛瑙雕 但他十分珍惜 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努力学习 刻苦钻研 几十年间 他走访了许多雕刻名家 曲长不短 自己还在原来速活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 完成了不少佳作 在经历的众多行业里 有一个经商经理 令李洪斌至今难忘 开饭店 干三年 三年饭店 赔了五万 朋友啊 把谁去吃了不要钱 那时候姓社长 在经历了失败和挫折之后 李洪斌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行行出状元 既然他已经在马脑雕刻领域 天赋异品 又何必浪费天分呢 说为什么要回来干呢 在后来在八八年以后 就是什么呢 在全国各地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在玉调 马脑雕 这一点点就兴亡起来 别人又请我 那时候我还是给你打工 就请我去搞设计 速活马脑作品 雕刻周期长 用料成本高 所以导致售价 要比雅活的马脑作品高出许多 消费者自然就会选择 价格更加实惠的雅活马脑作品 做雅活来的快 他一个是浮雕 这样来看就三天五天做一下 就是我这 你这十天八天做不出来 说这活你做出来以后也不好卖 他成本也高 要少了就赔钱 要做了就不买 例如 一个星期做完的雅活马脑 在市场上可以卖到五千元 速活马脑干半个月也卖不上五千元 从选料上看 李鸿斌曾做过一个大花勋 成品二十斤 用料则高达两百斤 选料极其的严格 而同样的雅活马脑 一般十斤能剩下八斤 对李鸿斌来说 马脑在他的眼里 并不仅仅是普通的石头 在他心中 马脑有时是他的情人 有时又是他的孩子 他最不愿意别人提起的 就是马脑的经济价值 李鸿斌很少卖出自己的作品 有谁愿意卖掉自己的骨肉呢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 李鸿斌只卖出少量作品 他拿着这些钱 又投入购买马脑原石 如此反复弱不复出 许多跟随多年的弟子 也相继离去 设备买不起 料也买不起 用也用不起 这这么一来 见词多少年 见词有十年 见词十年呢 这十年 你后来最少的时候 带一个徒弟 我们两个人 见词十年 这样做出能有 就是他坚持和师傅在一起 雕刻速活马脑 虽然王秀云现在 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徒弟 但他对当年的风雨历程 始终记忆有心 当时就是十来平米的小梅棚子 冬天又特别冷 夏天又热 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 我们师傅二人一直在坚持 他也出现一些 比较在这个道路上 也比较出现一些困难 但是他客服的从从困难 他能走到今天 我是最佩服的 这困难时期 我买根签笔都很难 签笔多钱 几毛钱我都没有 吃饭都很困难 死人 对十年逛景 说实在话 很借口 家里老婆不要我干 孩子儿女变我干 一分钱也不赚 成天一天就磨在玩上 磨着活没人要 你还干他干什么 虽然玛瑙雕刻艺术品 工艺品风靡世界 但玛瑙雕刻领域的精华 速活玛瑙雕刻 却几经面临失传的危机 速活玛瑙雕刻 对雕刻记忆的要求 对玛瑙材料要求 都非常高 雕刻成一件作品 也需要很长的周期 在这些苛刻的条件下 许多速活玛瑙人们 在经济不太景气的情况下 纷纷转行 有的开始亚婆雕刻 有的开始玉器雕刻 有的甚至离开了雕刻界 他相当年他跟我讲过 他说你不知道 我在这个组建玉场的时候 手里没有钱 那么我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就靠一个字 人必须得好得有得 有困难的时候敢 有人敢向你伸手 借给你 都不怕荒木器 我跟我徒弟说 我父亲是 再有一家做输活 我说我就不干了 李鸿斌先后收了一百多个徒弟 徒弟们走的走 改行的改行 李鸿斌所以一直坚持下来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想让老祖宗的东西失传 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下 李鸿斌走过了十几年的艰难时光 然而2007年 李鸿斌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 2007年到2008年 就不是废物中王遗产 我是代表兄传承人 这来看我的作品 就是逐渐的国家也重视了 重视什么 重视废仪的一块 说民间的记忆 说不能把它丢食 也不能把它失传 这父亲就在束活的记忆来看 就我自己了 说如果不想就 我要不干这行 就是父亲的束活 没了 21世纪 中国开始加大重视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国家更是多次出台了 许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案 和具体措施 在这些政策的扶植下 李鸿斌和速光玛瑙雕刻 看到了希望 2009年吧 沈阳有一个什么呢 就有一个博两会 宅小会 我头一次去 以前想去吧 就是什么呢 你住的柜台 那个一千年钱 我拿不起 我也不能去 这回我就头一次参加这个会 说这个会呢 我去了三天 把我活整个那儿都卖了 以后带有三十几件活 卖有40多万块钱 42万可能是 这样我就翻身了 这些拿回来以后 我买的房子 又买的原料 增加了供应 增加设备 说这么一年一年的 我就发展起来 就从那年以后 说说我这个活啊 就住 到这边 了 大学 这才是 那是 对 那是 对 对 那是 我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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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他最近刚雕刻出来的一件作品 龙周 它是能够照来有财运 所以这个造型跟基于古代来讲 它是一种什么贡庭啊 楼鹅啊 你看过去这个丞相皇帝 是夏阳周时份 他都做些龙周 玉雕 玉雕 玉雕刻工艺 要传承下去 要传承下去 从我来讲呢 从现在来看 问题不大 从我这传承的我脚子挺好 因为什么呢 用我现在来看 就是我培养的弟子 就我这弟子上个 这是国家已经承的 都在撤的 现在呢 基本上自己有 这个有什么呢 自己设计 自己做 基本上有着能力 感谢您的观看